公車駕駛在四號下午 將近一點撞上前車 看到撞到的是自家 其他公車頓了一下 先安撫車上乘客 接著下車查看狀況 兩台公車發生追撞事故 接著車尾受損公車行駛 在台南永康中華路 直擊民眾發現公車的車尾 有明顯凹痕被撞了還上路 忍不住多看好幾眼 兩台公車追撞後 陸續開回維修廠檢查車損狀況 前車車尾往後凹車殼破損 後車擋風玻璃不止碎裂 還直接破了個大洞 修車費等待評估 前車停止的時候 後車它煞車晃神 沒有完全煞緊 然後就追撞到前車 玻璃碎裂車損 前後車都有車損 但是都還可以開 人員沒有受傷 司機有稍微被玻璃噴到 接貨車禍通知客運業者 確認前車後車都是自家公車 保險沒有理賠 後車撞前車罩澤明確沒報警 查看兩台公車動力都在還能開 才會出現民眾直擊車體 已經毀損的公車 繼續行駛在道路上的場面 夏天新聞網上榮玉文台南報導 也有第五位 頂位